经典赛台湾队8日出阵 有多名大联盟球员助阵的荷兰队 再出就要被淘汰 台湾队将士用命 拼战到最后一刻 子一台湾队派出24岁 效力日值乐天精英队 投手宋家豪先发 荷兰队则推出去年 效力中华职棒统一式队羊头吉尔 台湾队打者对他并不陌生 台湾队前三局取得2比1领先的局面 第四局被荷兰以延续的三支安打 空下三分超前比数 但第五局台湾队状况最好的张志豪来了 哇这球捞起来还在飞 球飞啊飞 拜托你出去了 张志豪 好不容易 2分到 张志豪今演赛两战9打数5万打 这发追平分拳一打 更是带动全队士气 接着上场的奖志前 林志胜连续安打 林一拳补上带着1分打点滚地球 一口气作为3分反倒超前 接替宋家豪后援的江绍庆表现神勇 投4.1局压制住荷兰的大联盟打线 直到8局被击出两安打后退场 可惜接手的尼福德 一上场就被笑领美职阳机队的葛瑞·国里斯 击出一打两安打 双方战成平手 9局第四人投手陈文文被打两安打 投出一次触身球 造成满垒危机 最后面对荷兰队现效力美职游击兵队的普罗法 投出4外球保送 让荷兰拿下制胜分 中场就以一分隐恨 由于荷兰 以色列已率先拿下两胜 确定晋级 零胜两败的台湾与南韩都遭到淘汰 台湾时间9日下午5点半 双方交手 除了是面子之争 而且如果台湾再输南韩 夏季精简赛又要从资格赛开始打起了 理局中心 综合报导 份词 题 都不行 都不行 如果 Deus来关 God 我们给谁 视频 我们帮大家 也